19号 男嘉宾 你好 通过VCR我了解到 你比较喜欢去逛二手宝藏店 以及写日记 还有喜欢用相机记录生活 对吧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跟你前女友 经常会记录的话 那你分手后 你会怎么处理这些照片呢 和前女友的照片 首先它是有的 然后我会在分手的时候 我询问我前人的意见 这个照片是交由你来处理 还是交由我来处理 如果是选 他选择处理的话 那我就给他漏 如果他要是选择 那我不要了 那算了 那你留着吧 那我就先放在我这里 然后把它封存起来 带到我 比如说我家乡下的老房子里面 就放在那个地方 就封存了 要不要挖一个坑 用油纸包上 坑袜子再深一点埋下去 像我的处理方式就是 我一分手 我就会把前任的所有东西 全删光 我不是那么一个喜欢留念的人 我觉得看到之前的一些照片 点点滴滴 会想起伤心事 所以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 一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两个人一起去旅游的情况下 你和你前女友去过那么多地方 如果说和你的县女友 去到了同样一个地方的话 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去回忆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 曾经去过的地方 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新的人生经历了 新的阅历了 我不会去回忆起过去的一个内容和环境 可是你的照片还都埋在你家 那个照片我只是说会放在老房里 如果我的新人女朋友 我会把这个照片交给她来处理 你想怎么办都可以 销毁也好 留下也好 听你的 谢谢 谢谢